如今科技发达,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,很多家庭就会将家里的老人送到养老院去,让老人有着更好的生活。 因为养老院可以减少老人的孤独感,里面有着许多同龄的老人,其次生活照料比较全面。 虽然听上去养老院非常好,但如果真的去到了养老院,会很糟糕,为什么呢? 记得有一次,小叔因为偶然机会去到养老院,结识到了在这里工作的人,他们曝光了养老院的真相,被送进养老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结局。 例,住在养老院的人想不开,当我走进养老院时,这里给人最初的印象,窗明激进,设备齐全。 老年的健身室,棋牌室等硬件设施可谓一英俱全,护理人员也是面带微笑,精心护理这老人家。 但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就是在养老院的玻璃窗外,都家有护栏,大家都知道房间的玻璃窗家有护栏没有什么稀奇,但是楼道的窗也加上了护栏,我就有一点不太明白。 于是我就询问随同我们一起参观的护理人员,请问为什么要在楼道的窗也加有护栏呢? 住在这里大多数是老人家,他们通常不会像小孩子一样淘气爬上窗台啊,可得到的答案却让我大吃一惊。 护理员告诉我,安装护栏的原因是防止老人想不开,多么让人不理解的答案啊。 那让我们细听护理人员的讲述吧。 护理员讲,由于这里的护理条件与硬件设备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,所以自然收费也是不菲的。 来这里的老人大多是家境较好,但是家属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照顾,所以送到养老院里来的。 这里的老人们均有一种传统的思想,那就是养儿防老。 所以大多数心里都极为苦闷,有的老人想不开,觉得家人抛弃他,嫌弃自己年老,活着也只能是给别人添麻烦。 成了废物也没有意义了,所以有这类想法的老人就采取极端的方式,来结束。 于是我又问,难道养老院不采取措施吗? 护理员说,老人大多行动不便,采取的方式都为服药或者坠楼两种。 所以现在有些老人说自己睡眠不好,要安眠药的时候,护理员都要亲眼看到他们吃下才肯离开。 而第二种方式就防不胜防了,醉意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,所以院里已经安排护理人员,夜晚每隔一小时必须寻查一次。 但有些事情确实出人意料啊。 给你讲一个前几天刚刚发生的事情。 有一位老人,身体半身不随多年,平日里几乎不能走路,想走路也只能靠两个人搀扶,身子向前移动的时候,两条腿也只能跟着在地上蹭。 若想自己走路,也就只能手扶着墙移动一两步而已。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,竟然在大白天,从自己所住的二层楼的房间走到顶楼,从一张仅有一扇窗叶的小窗户爬了出去。 我们且不说,这位老人是怎样到达顶楼的。 就说这个小小的窗,它具体足有一米五,小小的一扇窗,仅能容得一个人侧身而过。 这位老人是何等坚定地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。 老人在临行前留下遗书,那既有对这个世界的留恋,又有着种种无奈。 这样做的理由是,不愿再给儿女增加麻烦,成为废人拖累他们。 然而却把一生的储蓄,显明留给了孩子。 我们是想,这位老人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,满心的伤痕,却是念念为孩子们着想。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,当这个老人的儿子来到养老院时,非但不急于看貌忙顾的老人,处理老人的身后事,却在养老院里大吵大闹。 说是养老院认为害死了老人,要求大额赔偿,如果院里不赔偿就是不罢休。 其实我们明眼人一看便知,目的就不用我们再细说了,只觉得这位老人走得太可惜了,枉费了老人的一片苦心。 护理员又跟我们讲,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老人想不开啊,在窗上安装上护栏也是没有办法。 但如果一旦出事,家属很少从自身找原因,从不问问自己老人真正想不开的原因出在哪里。 是啊,把这些老人送离家庭,大多不是经济上的问题,而是有种种理由,没有时间也好,没有精力也好。 在这点上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应该反思一下,护理员这是画匣子打开了,述说了他们在工作中种种境遇,种种委屈。 他说,现在养老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最伤脑筋的,就是被孩子们送到养老院的老人,时常有从院里出逃回家的现象。 于是,我的好奇心又来了,护理员接着又给我讲了一个事情,啊,老人的出逃之旅,护理员说,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吧。 前不久有一位老太太被送来,这个老人七十多岁,患有老年痴呆症,对过去很多事情都没有记忆了,语言上还有一些障碍,不太能跟人交流。 自从送到院里没多久,就开始了他的出逃之旅。 有一次,吃晚饭的时间,这个老人趁大家都在餐厅吃饭,跑到养老院的后院,也不知怎么这么大的力气,找来了两个空汽油桶,且垂直地落起来,爬到两个汽油桶上之后,从将近三米的围墙上迈出脚步。 是想让我们年轻人搬动几十斤重的汽油桶,把它落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何况还有那高高的围墙,那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哪来的力气与勇气啊? 结果院里发现后,工作人员万分交集,心乱如马,汽车站,火车站,地铁站,飞机长找,在广播电台,电视台,报刊上发布寻人启示,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,就是没有结果。 在万般无奈之下,只能在这位老人家门前等待,一天,二天,三天,就这样,终于在第十二天的下午,老人在家门前出现了,来让我们看一看这位老人,灰白的头发散乱着,衣物不知什么时候弄破了,已经是一条一条的,脚下的鞋子没了,光着的两只脚都是血泡,有的已经磨破了, 一走一个血点点,护理人员看到之后,顿时流下了眼泪,这眼泪中既有能找到他的喜出望外,也有对这个老人的心痛,其实养老院与他的家同在一个城市,如果我们搭乘出租车,也就仅需要十元钱左右,而老人竟然用了十二天才走回家,当护理员问老人,您是怎么回家去了,都要把我急死了, 这位老人只说了一句话,却已是老泪纵横了,那就是我要回家,我要回家,在此之后,这位老人依旧没有被儿女留在家里一起生活, 还是被送回了养老院。 3. 听完这两个故事之后,感叹人心难测,古人云,摆善孝为先,孝为人间第一亿,为人子女,若连孝道都不讲了,那又怎么能称得上,是父母的孩子呢?真是不幸啊! 3. 而女心中,居然连孝字的概念和影子都没有,有的只是自私自利,贪图享乐,却忘了自己身从何来,数年之后,自己又将往何处去? 4. 父母的今日,即使我们的明日,人都有生,乐,笨,死,这是自然的规律,在我们还是孩童时期,父母是如何悉心呵护我们的每一步成长啊? 5. 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父母已无尽的爱心,无怨无悔的付出,才能成长到今天的啊。 5. 母活100岁,长幽八时儿,哪怕是残破的身心,仅有的一点温暖和爱意,仍然是毫无保留地付出给孩子。 6. 当人面临老病,倾听敬业的无数悄声,不可拒绝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,心理上将会是多么孤独寂寞,痛苦无一啊,当此之时,正是我们这些父母的儿女们,孙子孙女们,竭尽心力,成欢西夏,趋顺轻易,善为开解,使老人乐以忘忧。 6. 包恩的大好时机啊,当父母看着健康开朗,懂得孝顺和礼貌的儿孙,他们想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,都有了良好的继承,便会不在意自己的老病。 6. 当他们了解,死亡只是躯体的消失,灵魂将永生,便会坦然欢喜,面对生死大事。 6. 因此,人生在世,不管在做什么,首先记得要孝顺父母,只有孝顺父母了,我们才会有着福气,一家人才能幸福,如果家中的每个人都很自私,只在意自己的情绪,不照顾老人,这个家也会很快就散了。 9. 而且HO脖子 11。 冬孝顶 18. 山 月 20. 沙 18. получится 20. 冬孝顶